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Pero,欢迎回来我的影片 现在的时间是12点09分 然后呢,这个时间呢,我就是要来拍我的都市传说了 对,都市传说现在在YouTube呢,是一个非常让自己可以爆红的一个出路来的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频繁拍都市传说呢 那是因为我前几个都市传说都没有什么人看了 so,今天要拍的都市传说呢,在一段时间呢,是非常吼红的啦 那就是查理查理啦,就是欧美版的笔线这样子啦 so,所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一张纸跟一个笔啦 对,就是这样简单吧 so,我们开始准备这个场景吧 so,只需要准备一张纸 然后一支笔 在这边画上一个十字架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写yes no 哎 yes yes no no啦,对 so,我这边已经写写yes yes no no了啦 ok 接下来呢 就是准备两支笔 然后摆出了这个十字架这样的东西啦 ok,so 我拼跟它啦 接下来呢 就是去关灯关风扇啦 ok 我开展 小灯 然后我的风扇现在是已经 在慢慢的停止转 窗帘那边呢是已经 关掉了 所以是没有风通进来的,基本上这是一个 最热的都市传说 接下来呢 拿我的手电筒 放在这里 打灯 对了 然后 我尽量让我电脑的灯就有照相过来让它比较亮一点啦 so 怎么突然死角了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都市传说验证吧 可以首先来问它问题 就是第一开始就是 先请它来 就是这样 Charlie,Charlie Are you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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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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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I am very hot right now Charlie,I need some air But I don't want people think that this video is fake So I did not turn on my fa- So,last question Charlie,Charlie,Are you here? If you are here,please turn to yes So,basically,I don't want to say Charlie,Charlie is fake 因为毕竟每个都市传说 会出现就代表一定有它的故事 所以呢,我不会说它是假的 我还是必须以尊敬的心态 来玩这个,来挑战这个读书传说啦 我只可以说 可能是我召唤不到,或者说 我没有这个缘分去遇到这个东西吧 So,这个读书传说就这样子啦 So,今天的挑战读书传说就到这里啦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把按个喜欢,并且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就记得订阅我哦 如果你有时机的话,不妨放到我的Facebook page 按个like,你还会去更多的信息 如果有这种状态还是靠破一些废闻啊 什么的话,可以打赞在Instagram,去追踪我,Follow我 对了,追踪的优传,小伙伴,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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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赶快分享这支影片给朋友看,让他们快订阅我 好了,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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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